他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 却在上台之后高调反华 甚至屡次在南海问题上起争端 竟还在日本的演讲会上 比喻中国是德国纳粹 为了向美国表达忠心 却让自己国家的民众去送死 他的母亲多次去往中国寻根问祖 而她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明明是中国人的后代 他为什么要针对中国呢 点个关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到阿奇诺这个名字 我们就能想到那个对华态度十分友好 深受两国人民爱戴的总统阿基诺夫人 他不仅推动了菲律宾国内的反美情绪 还逼走了美军离开菲律宾 并明确表示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代而自豪 但这一次我们讲的是他的儿子阿基诺三世 他一上台完全与他的母亲走相反的路线 母亲认祖归宗 而他的儿子却带头反华 这对母子的反差如此之大 真实让人叹为观止 阿基诺在任期间奉行的是亲美路线 还在南海争端上与中国激烈冲突 甚至挑起了所谓的南海仲裁案 2012年 菲律宾在黄岩岛区域扣押了一所中国渔船 而阿基诺三世却不要脸表示 中国的渔船进入到了菲律宾的国界 但事实上中国渔民所捕捞的区域是中国的领土 菲律宾是属于非法越界执法 随即我方便派出了战舰前往该地区巡逻 自此我们与菲律宾海军对峙了一个月 阿基诺三世之所以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越界 完全是仗着美国给他撑腰 这件事之后 中非传统的友谊外交也就此断裂了 菲律宾不但失去了中国这么强大的合作伙伴 还造成了南海地区的军事化 对地区稳定造成不良影响 除了在南海上的问题煽风点火之外 阿基诺三世经常用一些辱华的言论 来煽动国内的民族情绪 并且在执政期间 他实行的经济政策并没有很好的提高经济 反而让国内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这让百姓对他产生了极度的不满 2010年 一辆装载22名中国香港乘客的旅游车 被菲律宾劫斋斥 在菲律宾警察那拙劣的营救计划下 造成了8名乘客死亡 此消息一出让中国人民悲痛万分 但菲律宾不但没有为此次行动道歉 反而一再推脱自己的责任 而最让我们愤怒的是 阿诺基三世竟然还面带笑容着接受采访 外界纷纷指责阿基诺三世的不负责任 后来他却草草地解释到自己无意伤害别人 同样都是炎黄子孙身上流淌着同样的血液 看到亲人和朋友被害竟然还笑得出来 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也正因如此 中非两国的关系降至冰点 菲律宾的出口贸易量接连下降 百姓民不聊生 即便如此 阿基诺三世也还是没有反省过自己 反而一直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 祈祷美国能施舍一点 他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 却在上台之后高调泛华 在阿基诺夫人去世后 阿基诺三世就宣布了自己要竞选总统 有了母亲打下的民众基础 阿基诺三世的支持率一度达到了70% 最终成为了菲律宾新一任总统 上任之后 阿基诺三世延续了他母亲的政策 坚持打击犯罪 并进行一系列反腐措施 对于菲律宾百姓来说 这的确是一件好事 阿基诺三世还经常会做一些失去民心的事情 比如2013年台风事件 那一年的台风风力高达17级 造成菲律宾百姓数千人死亡 正是需要领导人发表声明安慰人心的时候 阿基诺三世却在四天之后才做出反应 因此引发了民众的愤怒 这让他的民望支持率再次下降 一般而言 自己国家的外交作主 跟其他国家都是井水不犯河水 但他在去日本访问期间时 阿诺基三世不仅对日本毕恭毕敬 反而对中国进行了大肆污蔑 甚至在采访中高度评价日本 说日本为了能获得国际上的原谅而努力 但在谈到中国时 他却话锋一转都是诋毁中国 甚至将中国比喻成德国纳粹 这一番表态让人大跌眼睛 这位祖上是华裔 还来过中国祭祖的总统 却选择了原谅日本在二战期间 杀害菲律宾公民一事 特别是骇人听闻的马尼拉大屠杀 那场大屠杀让13万平民老百姓 死在了日本的刀下 他怎么敢原谅这件事 由于阿基诺三世极其亲美 他就想在任何事情上来挑衅中国 2014年 中国自己开船去南海领域勘探石油 却引来阿基诺三世这个跳梁小丑的谴责 认为中国是极其危险的 并极力拉拢越南 想要一起将中国搞上国家法庭 越南深知这是一件没事找事的行为 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勘探石油 关你菲律宾什么事 于是越南根本不管这个小丑 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最终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2015年 美国通缉的两名武装分子来到了菲律宾躲避风头 阿基诺一听此事 便立即知道这是一件向美国表明自己忠心的事 当阿基诺三世太过于急于求成 在美国还没有派兵过来时 便自作主张派出了特种部队 试图将他们一网打尽在妖功情上 但他低估了武装分子的实力 由于阿基诺三世没有调查武装分子的力量和地形勘察 便随意的让特种部队进攻 最后在这场行动中 造成了44名特种部队人员死亡 虽然他们胜利了 但却创下了菲律宾有史以来警方阵亡的记录 而阿基诺作为总指挥 对计划缺陷心知肚明 却依然让警察去送死 真是冷血 当然了 做完这些令人气愤的行为后 便被民众赶下了总统的位置 他的母亲多次去往中国寻根问祖 而他却走上了反华的道路 1960年 阿基诺三世出生于菲律宾的一个政治家族 他的祖辈是中国福建人 而他的母亲便是大名鼎鼎的阿基诺夫人 他在位期间不仅带领国民走向富强 还对中国非常友好 曾数次到福建省寻根问祖 表达对中国的喜爱和对故土的思念之情 长大之后的阿诺基三世 并没有学习任何关于政治的学问 但直到他的母亲阿基诺夫人当上总统期间 他看到了母亲的名望很高 成为受人尊敬的总统 这让他也充满了向往 于是在1998年 阿基诺三世步入了政坛 或许是因为他出身政治家族 阿基诺三世的执政之路比较顺利 还曾担任过国会的众议院 国会参议院等职位 2009年 阿基诺夫人缓兵去世 菲律宾人民在悲痛之余 期盼着他的儿子阿基诺三世 能延续他母亲的辉煌 就这样 阿基诺三世在极高的名望下 成为了菲律宾新总统 然而 阿基诺三世却没有继承母亲的智慧和手腕 当上总统更像是为了一己私利 后来的事情我们也知道 阿基诺三世上台之后 经常干了一些不符合民众的事情 最终导致了他的下台 2021年 阿基诺因病去世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阿基诺因病去世